头皮屑一块一块的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樊敬华 西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头皮屑的形成说实话原因非常的多 很多疾病都可以形成头皮屑 比如头皮抗疹 质疑性皮炎 银血病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可以引起头皮屑的这个疾病 头皮抗疹呢一般来说 小孩子比较常见 它这主要是因为饮食的原因 比如挑食偏食或者营养不均衡 营养吸收不好 可以形成这个头皮屑 第二个就是质疑性皮炎 到青春期以后呢 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 或者是有些成年人呢 他的作息不规律 经常的熬夜 工作压力太大了 或者经常的饮酒呀 吃辛辣刺激的东西 就会形成质疑性皮炎 这个时候呢 头皮屑也会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银血病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说牛皮犬 它在头上的牛皮犬呢会非常的顽固 治疗起来也很不好治疗 这种银血病呢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面积的这种银血 不断的脱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也可以引起一些头皮屑的形成 总的来说呢 我们就是说日常生活中 注意营养均衡 不要过度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过度的饮酒 注意日常休息 这个就能够比较好的避免这个银血的形成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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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